如果有人诅咒你 不管是在今生或是前世 这个诅咒很有可能会被锁进你的能量系统 当然一个由仪式形成的诅咒 像是针刺小人那样 对接受者和施咒者都是极为恶毒的 请在意你的语言和思想 当你咒骂那些曾经抢夺你侵犯你的人 你就与那个人累世地连接在了一起 直到解除为止 当你在一个典礼上立下过誓言 你要记得 你所有的誓言都是要被遵守的 有的人小时候玩过结婚的游戏 如果没有执行 会在成人时期受到影响 忠诚的誓言和某些你答应过的约定也是一样 父母因为不想要孩子 而咒骂出生的小孩 就会给这个孩子的灵魂上造成障碍 当你处于愤怒或者是激动的情绪的情况之下 感到罪恶感 这其实是在浪费自己的能量 最好是解除诅咒或者是咒骂 并且原谅你自己 有些在前世曾经当过教会的牧师 或者是修女的人 他们曾经誓言一身贞结 而且不会去结婚 那么像这样的人 他们在这一世也会受到誓约的影响 无法正式步入到婚姻的殿堂 在萨勒姆审物案当中 受火刑 遭受诅咒的女巫 或者根本就不是女巫的受害者 在这一生 会因为受到前世的印记 而限制自己 会有法子内在的恐惧 无法真正去承担责任 天生的慈悲心无法打开 某些天分不敢施展 怕再度受伤 现在让我们从自己的能量系统中 解除所有的誓言 现身 不再适用于我们的契约和诅咒 让我们为解除誓言 下达命令 让宇宙开始回应 下达命令的时候 我们可以坐着或站着 几倍一定要挺直 头要抬起来 目光平视 必须以权威的口吻 大声下达命令 我原谅所有那些曾经伤害 危害或是诅咒我的人 包括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同时我也请求那些 我曾经伤害 危害或诅咒过的人的原谅 包括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同时 我在恩典之下 为我生活中和所有前世里的所有情境 状态 事件 召唤宽恕法则 我现在召唤宇宙的最高力量 来解除那些过时的誓言 我以宇宙最高力量的名义 在恩典的法则之下 我现在命令所有的誓言 诅咒 协定 不管是我立下的 或是对我立下的 都给予解除和转化 不管是今生中 或是其他事 所有在我灵魂层面 所有所有的誓言 诅咒和协定 我命令 立刻解除他们的责任和誓言 因为那些已经不再适用于 我现在的成长和生活 我是完全自由的 我以宇宙最高力量的名义 在恩典的法则之下 我现在命令 所有的誓言 诅咒和协定 不管是我立下的 或是对我立下的 都予以解除和转化 不管是今生中 或是其他事的 在我所有的灵魂层面的 我都命令 立刻解除他们的责任和誓言 因为那些已经不再适用于 我现在的成长和生活 我是完全自由的 如果有人诅咒你 不管是在今生或是前世 这个诅咒很有可能会被锁进你的能量系统 当然一个由仪式形成的诅咒 像是针刺小人那样 对接受者和施咒者都是极为恶毒的 请在意你的语言和思想 当你咒骂那些曾经抢夺你 侵犯你的人 你就与那个人 累世地连接在了一起 直到解除为止 当你在一个典礼上 立下过誓言 你要记得 你所有的誓言 都是要被遵守的 有的人小时候玩过结婚的游戏 如果没有执行 会在成人时期受到影响 忠诚的誓言和某些 你答应过的约定也是一样 父母因为不想要孩子 而咒骂出生的小孩 就会给这个孩子的灵魂上 造成障碍 当你处于愤怒 或者是激动的情绪的情况之下 感到罪恶感 这其实是在浪费自己的能量 最好是解除诅咒 或者是咒骂 并且原谅你自己 有些在前世曾经当过教会的牧师 或者是修女的人 他们曾经誓言一身贞结 而且不会去结婚 那么像这样的人 他们在这一世也会受到誓约的影响 无法正式步入到婚姻的殿堂 在萨勒姆审悟案当中 受火刑 遭受诅咒的女巫 或者根本就不是女巫的受害者 在这一生 会因为受到前世的印记 而限制自己 会有法子内在的恐惧 无法真正去承担责任 天生的慈悲心无法打开 某些天分不敢施展 怕再度受伤 现在让我们从自己的能量系统中 解除所有的誓言 现身 不再适用于我们的契约和诅咒 让我们为解除誓言 下达命令 让宇宙开始回应 下达命令的时候 我们可以坐着或站着 几倍一定要挺直 头要抬起来 目光平视 必须以权威的口吻 大声下达命令 我原谅所有那些曾经伤害 危害或是诅咒我的人 包括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同时我也请求那些 我曾经伤害危害或诅咒过的人的原谅 包括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同时 我在恩典之下 为我生活中和所有前世里的所有情境 状态 事件 召唤 宽恕法则 我现在 我现在召唤宇宙的最高力量 来解除那些过时的誓言 我以宇宙最高力量的名义 在恩典的法则之下 我现在命令所有的誓言 诅咒 协定 不管是我立下的 或是对我立下的 都急于解除和转化 不管是今生中 或是其他事 所有在我灵魂层面 所有所有的誓言 诅咒和协定 我命令 立刻解除他们的责任和誓言 因为那些已经不再适用于 我现在的成长和生活 我是完全自由的 我以宇宙最高力量的名义 在恩典的法则之下 我现在命令 所有的誓言 诅咒和协定 不管是我立下的 或是对我立下的 都予以解除和转化 不管是今生中 或是其他事的 在我所有的灵魂层面的 我都命令 立刻解除他们的责任和誓言 因为那些已经不再适用于 我现在的成长和生活 我是完全自由的 如果有人诅咒你 不管是在今生 或是前世 这个诅咒很有可能会被 锁进你的能量系统 当然一个由仪式形成的诅咒 像是真刺小人那样 对接受者和施咒者 都是极为恶毒的 请在意你的语言和思想 当你咒骂那些 曾经抢夺你侵犯你的人 你就与那个人 累世地连接在了一起 直到解除为止 当你在一个典礼上 立下过誓言 你要记得 你所有的誓言 都是要被遵守的 有的人小时候 玩过结婚的游戏 如果没有执行 会在成人时期受到影响 忠诚的誓言和某些 你答应过的约定 也是一样 父母因为不想要孩子 而咒骂出生的小孩 就会给这个孩子的灵魂上 造成障碍 当你处于愤怒 或者是激动的情绪的情况之下 感到罪恶感 这其实是在浪费自己的能量 最好是解除诅咒 或者是咒骂 并且原谅你自己 有些在前世 曾经当过教会的牧师 或者是修女的人 他们曾经誓言一身贞结 而且不会去结婚 那么像这样的人 他们在这一世 也会受到誓约的影响 无法正式步入到婚姻的殿堂 在萨勒姆审物案当中 受火刑 遭受诅咒的女巫 或者根本就不是女巫的受害者 在这一生 会因为受到前世的印记 而限制自己 会有法子内在的恐惧 无法真正去承担责任 天生的慈悲心无法打开 某些天分不敢施展 怕再度受伤 现在让我们从自己的能量系统中 解除所有的誓言 现身 不再适用于我们的契约和诅咒 让我们为解除誓言 下达命令 让宇宙开始回应 下达命令的时候 我们可以坐着或站着 脊背一定要挺直 头要抬起来 目光平视 必须以权威的口吻 大声下达命令 我原谅 所有那些曾经伤害 危害或是诅咒我的人 包括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同时我也请求那些 我曾经伤害 危害或诅咒过的人的原谅 包括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同时 我在恩典之下 为我生活中和所有前世里的 所有情境 状态 事件 召唤宽恕法则 我现在召唤宇宙的最高力量 来解除那些过时的誓言 我以宇宙最高力量的名义 在恩典的法则之下 我现在命令所有的誓言 诅咒 协定 不管是我立下的 或是对我立下的 都给予解除和转化 不管是今生中 或是其他事 所有在我灵魂层面 所有所有的誓言 诅咒和协定 我命令 立刻解除他们的责任和誓言 因为那些已经不再适用于 我现在的成长和生活 我是完全自由的 我以宇宙最高力量的名义 在恩典的法则之下 我现在命令 所有的誓言 诅咒和协定 不管是我立下的 或是对我立下的 都予以解除和转化 不管是今生中 或是其他事的 在我所有的灵魂层面的 我都命令 立刻解除他们的责任和誓言 因为那些已经不再适用于 我现在的成长和生活 我是完全自由的 如果有人诅咒你 不管是在今生 或是前世 这个诅咒很有可能会被 锁进你的能量系统 当然一个由仪式形成的诅咒 像是针刺小人那样 对接受者和施咒者 都是极为恶毒的 请在意你的语言和思想 当你咒骂那些曾经抢夺你 侵犯你的人 你就与那个人 累世地连接在了一起 直到解除为止 当你在一个典礼上 立下过誓言 你要记得 你所有的誓言 都是要被遵守的 有的人小时候玩过结婚的游戏 如果没有执行 会在成人时期受到影响 忠诚的誓言和某些 你答应过的约定 也是一样 父母因为不想要孩子 而咒骂出生的小孩 就会给这个孩子的灵魂上 造成障碍 当你处于愤怒 或者是激动的情绪的情况之下 感到罪恶感 这其实是在浪费自己的能量 最好是解除诅咒 或者是咒骂 并且原谅你自己 有些在前世 曾经当过教会的牧师 或者是修女的人 他们曾经誓言一身贞洁 而且不会去结婚 那么像这样的人 他们在这一世 也会受到誓约的影响 无法正式步入到婚姻的殿堂 在萨勒姆审恶案当中 受火刑 遭受诅咒的女巫 或者根本就不是女巫的受害者 在这一生 会因为受到前世的印记 而限制自己 会有发自内在的恐惧 无法真正去承担责任 天生的慈悲心无法打开 某些天分不敢施展 怕再度受伤 现在让我们从自己的能量系统中 解除所有的誓言 现身 不再适用于我们的契约和诅咒 让我们为解除誓言 下达命令 让宇宙开始回应 下达命令的时候 我们可以坐着或站着 脊背一定要挺直 头要抬起来 目光平视 必须以权威的口吻 大声下达命令 我原谅 所有那些曾经伤害 危害或是诅咒我的人 包括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同时我也请求那些 我曾经伤害 危害或诅咒过的人的原谅 包括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同时 我在恩典之下 为我生活中和所有前世里的 所有情境 状态 事件 召唤宽恕法则 我现在召唤宇宙的最高力量 来解除那些过时的誓言 我以宇宙最高力量的名义 在恩典的法则之下 我现在命令所有的誓言 诅咒 协定 不管是我立下的 或是对我立下的 都给予解除和转化 不管是今生中 或是其他事 所有在我灵魂层面 所有所有的誓言 诅咒和协定 我命令立刻解除 他们的责任和誓言 因为那些已经不再适用于 我现在的成长 我以宇宙最高力量的名义 在恩典的法则之下 我现在命令 所有的誓言 诅咒和协定 不管是我立下的 或是对我立下的 都予以解除和转化 不管是今生中 或是其他事的 在我所有的灵魂层面的 我都命令 立刻解除他们的责任和誓言 因为那些已经不再适用于 我现在的成长和生活 我是完全自由的 如果有人诅咒你 不管是在今生或是前世 这个诅咒很有可能会被锁进你的能量系统 当然一个由仪式形成的诅咒 像是针刺小人那样 对接受者和施咒者都是极为恶毒的 请在意你的语言和思想 当你咒骂那些曾经抢夺你 侵犯你的人 你就与那个人累世地连接在了一起 直到解除为止 当你在一个典礼上立下过誓言 你要记得 你所有的誓言都是要被遵守的 有的人小时候玩过结婚的游戏 如果没有执行 会在成人时期受到影响 忠诚的誓言和某些 你答应过的约定也是一样 父母因为不想要孩子 而咒骂出生的小孩 就会给这个孩子的灵魂上 造成障碍 当你处于愤怒或者是 激动的情绪的情况之下 感到罪恶感 这其实是在浪费自己的能量 最好是解除诅咒或者是咒骂 并且原谅你自己 有些在前世曾经当过教会的牧师 或者是修女的人 他们曾经誓言一身贞结 而且不会去结婚 那么像这样的人 他们在这一世也会受到誓约的影响 无法正式步入到婚姻的殿堂 在萨勒姆审物案当中 受火刑遭受诅咒的女巫 或者根本就不是女巫的受害者 在这一生会因为受到前世的印记而限制自己 会有法子内在的恐惧 无法真正去承担责任 天生的慈悲心无法打开 某些天分不敢施展 怕再度受伤 现在让我们从自己的能量系统中解除所有的誓言 现身 不再适用于我们的契约和诅咒 让我们为解除誓言下达命令 让宇宙开始回应 下达命令的时候 我们可以坐着或站着 脊背一定要挺直 头要抬起来 目光平视 必须以权威的口吻 大声下达命令 我原谅所有那些曾经伤害 危害或是诅咒我的人 包括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同时我也请求那些 我曾经伤害危害或诅咒过的人的原谅 包括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同时我在恩典之下 为我生活中和所有前世里的所有情境 状态 事件 召唤宽恕法则 我现在召唤宇宙的最高力量 来解除那些过时的誓言 我以宇宙最高力量的名义 在恩典的法则之下 我现在命令所有的誓言 诅咒 协定 不管是我立下的 或是对我立下的 都给予解除和转化 不管是今生中 或是其他事 所有在我灵魂层面 所有所有的誓言 诅咒和协定 我命令立刻解除他们的责任和誓言 因为那些已经不再适用于 我现在的成长和生活 我是完全自由的 我以宇宙最高力量的名义 在恩典的法则之下 我现在命令所有的誓言 诅咒和协定 不管是我立下的 或是对我立下的 都予以解除和转化 不管是今生中 或是其他事的 在我所有的灵魂层面的 我都命令立刻解除 他们的责任和誓言 因为那些已经不再适用于 我现在的成长和生活 我是完全自由的 谢谢大家 是什么 我现在的欢迎 是什么 我现在的责任 我是很值得 我现在的不知道 你不想想画